亚太经合组织第1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从美国夏威夷发回的报道 国家主席胡锦涛10号上午乘专机抵达美国夏威夷州首府 檀香山出席于12号至13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第1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当地时间8时30分 胡锦涛主席乘坐的专机抵达檀香山西塔姆公军基地 胡锦涛主席和夫人刘永清 受到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热情迎接 令计划 王滬宁 戴炳伯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美国大使张叶隋也到机场迎接 当胡锦涛主席的车队抵达下榻饭店时 受到当地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热情欢迎 来看一组全球快报 10号 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最后一次会议 一致通过了俄罗斯入室条约的最终文本 这意味着俄罗斯结束了长达18年的入室谈判 俄罗斯的世贸组织成员身份 只待下个月中旬的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正式批准 泰国的洪水已经持续了四个月 当地媒体报道近期将不会再有新的洪水进入曼谷市区 目前处于市区内的洪水也将在未来两周内消退 泰国总理英拉10号表示 她不会因此辞职 并决心尽最大努力应对洪灾 英拉说每个人都已尽力 这是自然灾害 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无能为力 她希望民众对那些正在抗洪的官员暴以宽容 泰国今年7月爆发的洪灾已经导致500多人死亡 反对派批评英拉政府缺乏领导力 应对洪灾不利 要求执政刚满三个月的英拉下台 泰国10号还迎来了传统节日水灯节 由于全国多地洪水未退 首都曼谷半数区域遭烟 一些庆祝活动取消 每年雨季过后 泰例12月15为水灯节 节日当晚 人们通常以香蕉木 太月10号再次就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进行质疑 掌管该报的新闻集团董事长鲁伯特莫多克之子 詹姆斯莫多克坚称对下属的窃听行为不知情 然而议会对小莫多克的解释并不买账 工党议员汤姆沃森发难说 莫德克先生 你想必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不知道自己管理着一个犯罪集团的黑手党大佬 沃森还指责世界新闻报在窃听案发案之后的反应就像是黑手党的沉默守则 拒绝与警方合作 指证嫌疑人 伦敦警察局此前预测窃听行为的受害者可能多达4000人 据捷克媒体10号报道 捷克库诺维策一家飞机制造公司的办公楼 当天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三人死亡 一人受伤 当地警方发言人说 凶犯系该公司前主席团主席的弟弟 当天主席团正在召开会议 有15人在场 凶犯闯入会议室行凶之后自杀 美国航天局10号宣布 美国下一代火星车好奇号的发射准备工作 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如果一切顺利 它将于本月25号升空 以核动力驱动的好奇号携带的探测设备展 展开了为期一个月 一个火星年约687个地球日的探测 主要任务是查明火星过去 或者是现在是否有适宜生命存在的环境 再来关注伊朗核问题 10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报告出炉两天之后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做出强硬表态 警告美国和以色列不要轻举妄动 美联社解读称 这一表态说明 伊朗正认真审视美国和以色列 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 哈梅内伊当天在首都德黑兰的一所 军事院校发表讲话 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对伊朗动武 哈梅内伊说 虽然伊朗无意主动挑戏战争 但是也不会坐视威胁一步步逼近 美联社解读哈梅内伊发出严厉警告 国际原子能机构8号发表报告称 至少在2003年年底之前 伊朗曾经有组织有系统的 从事与核爆炸装置有关的活动 报告还暗示部分活动 现在很有可能仍在进行 这是迄今 国际原子能机构就伊朗核计划 是否具有军事用途 做出的最为明确的表态 但是总体来说 这份报告依然没有就伊朗 现在是否试图拥有核武器 给出明确结论 这一报告发表之后 伊朗坚称自己并无秘密的核武器计划 并且指责报告带有政治动机 土耳其总理府当地时间10号晚 发表声明证实 土耳其东部返省9号晚 发生的里市5.6级地震 造成的遇难人数 已经上升至12人 其中包括一名日本公民 此外还有28人受伤 地震还导致了25座建筑物 遭不同程度的破坏 其中包括两家酒店 在这场地震倒塌的两座酒店当中的 一座是位于凡省省会凡城的 巴伊拉姆酒店 凡省上个月发生里市7.2级地震之后 很多媒体记者和国际机构的救援人员 都住在这家酒店 9号的地震发生之后 这里就成了重要的救援现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土耳其地震单区凡城的一个救援现场 原本六层罗巴的巴伊拉姆酒店 已经完全坍塌 这里曾经留下过我们地震报道小组的身影 除了我们 日本救援小组 以及伊朗前期调研队都曾居住在此 酒店的经理奥斯曼告诉记者 酒店一共有60个房间 地震发生时大概一半的房间有人入住 目前估计有大约20到25人仍被埋在废墟里 地震发生时 酒店里有三名工作人员 其中两人逃了出来 一位名叫拉马赞的工作人员 被埋在了废墟中 10号被埋了大约14个小时的拉马赞 终于被成功地救了出来 这让在场的人很兴奋 在经历了四天的艰难谈判后 希腊新总理人选终于落定 10号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宣布 任命希腊资深经济专家 前欧洲中央银行副行长帕帕基莫斯 为希腊联合政府总理 主持处理债务危机 新一届内阁于今天下午两点宣示就职 当天希腊主要政党领导人 在总统府举行会商 讨论新总理的人选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帕帕基莫斯加入会商 任命宣布之后 帕帕基莫斯发表讲话 呼吁希腊民众团结一致 应对危机 帕帕基莫斯同时表示 欧元区成员身份 是希腊财政稳定的保证 也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因素 希腊总统府发表的声明说 联合政府将会具体负责实施 欧盟10月26号达成的新救援协议 按照希腊主要党派先前 所达成的协议 联合政府的任期为100天 希腊将会在明年2月19号 提前举行大选 不过帕帕基莫斯 在接受任命之后表示 提前选举的时间并没有确定 明年2月19号 只是一个参考时间点 帕帕基莫斯现年64岁 部署于希腊任何政党 是一名技术型官员 1994年到2010年 帕帕基莫斯先后担任希腊央行行长 和欧洲央行副行长 不仅为希腊加入欧元区 立下了汗马功劳 还积极支持欧元区 强化财政纪律 市场对帕帕基莫斯寄予厚望 10号的早些时候 帕帕基莫斯抵达总统府的时候 希腊股十大幅度上扬 希腊一些政界人士认为 帕帕基莫斯熟知欧盟货币政策 是带领希腊摆脱战务危机的 最后希望 而同样因深陷债务危机 面临政局动荡的还有意大利 据意大利议员10号透露 目前意大利参众两院 正加快相关程序 已通过新的财政稳定法案 预计参议院将于当地时间11号 对该法案进行表决 众议院的表决有可能在13号进行 受困于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的 双重压力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8号宣布 将在新的财政稳定法案通过后辞职 并表示不会参加下一届大选 这就意味着一旦意大利 重参两院表决通过了这项法案 贝卢斯科尼的总理生涯很快就将结束 本月的3号 古巴官方媒体报道了政府将开放 个人房屋买卖的消息 10号涉及房产买卖的一系列新政策和措施 正式生效 那么从当天起 古巴人就可以自行合法地进行房产交易了 10号一大早 哈巴纳一家房产登记处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根据规定 所有有卖房需求的房主 都要先进行房产登记 证明房主身份 并请政府有关人员对自己的房产进行评估 一旦由于房产证描述不符的情况 要先处理完才能有资格卖房 手续办全后 买卖双方就可以到公正处进行房产过户了 房产价格以政府的评估结果为参考 但最终成交价还是由交易双方来决定 在交易中 买方要交4%的交易税 卖方要交4%的个人所得税 为了规避逃税现象 买方必须通过银行账户付款 并向国家说明资金的来源 古巴目前的房产政策 是从1959年开始实行的 按照此前的规定 约九成古巴民众拥有私人房屋 或支付少量租金从政府出租房 但不能对房产进行买卖 有分析认为 为了解决住房短缺问题 开放个人房产买卖市场 是古巴政府在现有条件下 重新整合住房资源的一大举措 国家旅游局10号下发 关于富台旅游跨区域组团事项的通知 放宽大陆居民富台组团旅游办法 这个便利措施受到了台湾旅游界的欢迎 国家旅游局下发的跨区域富台办法 正式开放大陆居民 直系亲属异地参加富台旅游团 也就是说 今后大陆民众跟团富台旅游 不必再回到户籍所在地 向当地组团旅行社报名 新办法同时允许 富台游组团设承接大陆单一机构 跨省市区富台团队的旅游业务 这位员工分散在各地的 大型公司集体组团富台 提供了便利条件 台湾旅游界对这个新措施表示欢迎 认为这一便利性措施是一个大理 不仅促进大陆旅客富台游市场 持续健康发展 更为台湾旅游业打了一针强心剂 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周庆雄认为 这一措施将提高大陆大型公司 组织员工到台湾旅游的意愿 他预估这个便利措施 将为台湾增加10%的大陆游客 台旅会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杨瑞宗认为 这项放宽限制的决定将有助于提升 陆客来台旅游的意愿 也会是两岸观光交流的心理成碑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再会 本岛五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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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dynam треб 第一位国家積也 europe